顶级特种兵的反应有多快 下枪只需要0.5秒 小混混单敢迟到威胁 空手多白刃也不过是0.1秒的事 男主是一名顶级特种兵 则是印度元首的铁身保镖 一身钢铁般的肌肉和陈酒的枪伤 默默诉说着他曾经的风雨 退役后的他娶了个大胖媳妇 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老婆 但好景不长 一天 仇家突然找上门 撞死了男主老婆 妻子已经怀孕已失两命 男主还没来得及悲伤 就被仇家两枪打穿了胸膛 附近的队友火速赶来 救下男主 但男主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此男主抑制消沉 成了一个怪大叔 退役后的他窝居在一个破败的公寓里 开了一个小当铺 虽然退役多年 但他仅靠厅里 就能发现躲在楼道里的小偷 小偷是一个小女孩 名叫兔妞妞 是男主的邻居 兔妞妞表示 自己绝对没有偷东西 想跟男主一起进门 却被男主粗暴地关在门外 但看着兔妞妞离开 还是幸远 邀请她进来一起用饭 并帮她一起 读过母亲的搜查 兔妞妞母亲是一名厌恶女郎 沉迷毒品的麻痹之中 给兔妞妞的童年 捞下恐怖的阴影 因此男主愿意让兔妞妞 在自己家过夜 第二天 兔妞妞为男主留下字条 表示感谢 让这个忧郁的大叔 露出了一丝微笑 由于母亲吸毒 又是夜长女郎 兔妞妞被冤枉 在学校搓东西 对方叫来了警察 警方问兔妞妞的爸爸是谁 刚从妻子墓地 回来的男主正好经过 男主不想和外人交谈 卖腿叫走 兔妞妞却告诉警察 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男主否认 冷漠离开 夜晚 伤心的兔妞妞找到男主 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偷东西 却被那些人打 而男主宁愿看到自己被冤枉殴打 也不愿意和自己有瓜葛 男主心里十分愧疚 但心里的伤 让他不想和别人交涉 兔妞妞把自己最喜欢的卡片 给了男主 他一直觉得 这个卡片可以保护他 兔妞妞觉得 全世界都不欢迎他 包括自己的母亲 也觉得他是累赘 他告诉男主 自己不恨他 因为如果自己连大叔都恨的话 他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人是值得喜欢的了 这一句话 让男主心里暗流涌动 通妞妞回到家去看到 自己的母亲被毒枭抓住 用灼热的吹风机折磨 对部被严重躺张 一个月前 通妞妞的母亲 偷了他们两公斤海洛因 通妞妞的母亲表示 货在相机包里 但相机当给男主了 毒枭手下立马去男主家找 男主回到家发现 门锁被锯开 进屋就看到了毒枭的人马 对方让他交出包 男主以为是钱包 便拿了出来 对方恼怒 男主闪电般脱过匕首 扔进池子里 让对方滚蛋 胖哥要动手 一秒被踢爆 安静地趴在地上 享受全麻治疗 对方看到男主是个狠人 直接让他和二把手 辫子哥对话 男主直接放话 你们来错地方了 给我静静地滚 辫子哥大怒 一把抓过通妞妞 让其和男主说话 男主听到通妞妞被抓 立马将相机 扔给了辫子哥手下 一下子胖哥醒来 被毒枭头号杀手 胡子哥乱枪射爆 胡子哥给男主 留了个手机后离开 男主火速小龙许追 但已经来不及 只能看着通妞妞被带走 天空下起暴雨 男主任凭冷冷的冰鱼 在脸上忽乱地拍 因为他心中有愧 他走过男床过北 火车道上压过腿 厕所后面喝过水 这闲事他管定了 动手的是方圆百里 投好毒枭卡当夫的团队 为了救出通妞妞 男主答应帮卡当夫送一次货 目标是卡当夫的伙伴 和进行对手老黑 男主按照约定 开着指定的车 来到了老黑办公室 这是个带高尔夫的办公室 对方刚一交货 就感觉不对劲 警察将这里团团包围 是卡当夫抱得紧 老黑大怒 以为男主是警察 当场要处死男主 男主被从十几米的高楼扔下 幸好有高尔夫防护王 才躲过一劫 男主掏出匕首 割断绳子 空降到老黑车上 老黑一个到挡 驶出哈登后车步 放飞男主 楼下的警察和老黑的手下 展开激烈箱展 男主火速去追老黑 二人的车辆 以每小时八十麦的速度 响响而来 老黑套着夭夭 雨越来越大 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男主浑身湿透下车 看到了被撞开的后备箱 里面和然是一具 被掏光了内脏的女性尸体 正是妇妞妞的母亲 现场的警察全部惊呆了 男主也被卡当夫的残暴 震惊地救救助力 经过法医鉴定 妇妞妞妞的母亲的器官 是活着摘下来的 摘出眼球时 心脏和大脑还没有死亡 卡当夫不知垄断着 这里的毒品生意 还做器官交易的狠毒勾当 男主被当成贩卖毒品 和杀害兔妞妞妞母亲的 偷好嫌疑人抓获 男主知道 卡当夫的下一个动手的对象 就是兔妞妞 看着兔妞妞留给自己的 护身符卡片 男主物内如焚 他不能坐以待毙 男主直接动手 一个人横扫整个警察局 杀了个七警七处 霸气离开 刑侦大队长一看监控 我原以为吕布 就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部将 一查 原来这是吕布的大表哥 马布 男主曾经是 功勋卓著的顶级特种兵 印度总理身边的心腹特工 曾经一个人 在腹背受急的情况下 干掉几十命体兵 闯出重围 一身堪比健身运动员的肌肉 更是犹如上脚盘缝 而此时 卡当夫这和弟弟辫子哥 身份通用的情夫 正是他们二人 商量偷了卡当夫两公斤货 害了女儿 也害了自己 别人自个为了逼男人 输出线索 无所不用惜及 卡当夫不想废话 通过斧头 一斧头直接劈死 随后找到对手 先黑帮老大老黑 将其活活打死 一同办个印度的地下事件 男主则通过 上次胡子哥留下的电话 找到了负责联系器官 手术的中介 中介看男主 单枪匹马还装裤 根本不鸟 男主霸气动手 只不过稍微用力 就是你们这个分断的极限了 不到一分钟 横扫黑社会据点 对方下的当场尿盾 给了男主一个地址 男主来到卡当夫旗下的 白金汉支 印度分汉 打爆一名保镖 找到了那天的小马仔 马仔不服 被一秒夺刀 翻手鸽板 塞了一个灰手套 捅穿肩胛骨 马仔立马说出 童童童还没死 则日所摘取手术 卡当夫手下 偷好杀手胡子哥来袭 乱枪打死马仔 男主火速隐身 胡子哥乱枪射击 打死了一个 在男厕所和客户 上下左右的女人 男主一个闪现 和胡子哥近身交手 两个人出招 都极其利落狠毒 同为职业特种兵的 胡子哥和男主交锋 那正是戚风对手 男取胜 将于良才 险其能 胡子哥拿出蝴蝶刀 花式进攻 男主丝毫不敢怠慢 一推为进 一不变 用万变 男主 甩飞胡子哥 飞刀刺后 被对方低挡 出枪缓击 男主 已经撤退 来到大厅 和卡当夫 打了个照面 胡子哥想要动手 被卡当夫拦下 卡当夫想玩个大的 直接给了男主 一部手机 让男主 和自己联系 卡当夫离开 男主 过速去追 男主 腰子被打穿 追了几步 就追不动了 只能回去学习 前辈兰博 买了一条粉红线 又买了一条 显纷红 自己买线 自己缝 为我关公 刮骨疗毒 竟有男主 手扣子弹 男主换上帅气西装 准备好 布莱塔手枪 开启飓 飓救行动 突妞妞今晚 就要做手术 由胡子哥 负责看守 突妞妞妞 看到胡子哥 额头上有伤 贴心地用卡通OK蹦 为胡子哥爆炸 让杀人如麻的胡子哥 心头一暖 突妞妞问胡子哥 妈妈去哪了 胡子哥没有回答 因为手术 是他监督进行的 他不想 突妞妞死前 知道太多真相 晚上到了手术时间 男主通过调查 来到了关押儿童的大楼 这里是卡当夫的 制度工厂之一 男主走进手术室 看着训新的场景 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 但却没有找到 突妞妞的尸体 此时他看到 医生正在准备 给另一个女孩做手术 不由得心如倒角 规规手 让女孩多远点 男主活着辫子哥 对着其脑袋 猛吹一尖四百下 将其打成了猪头肉 随后绑在椅子上 用钉枪连钉几十下 拿出手机 拨通了卡当夫的电话 你弟弟在我手上 你听个响 听响 听什么响 男主让孩子们赶紧回家 会有警察帮助他们 救了孩子们后 男主火速去找兔妞妞 此时兔妞正在救护车上 准备手术 兔妞妞问 妈妈在哪 胡子哥告诉他 妈妈和上帝在一起 童童又听不懂 已生效了 当时你妈妈 也是在这辆救护车上 做的手术 我们开始吧 男主一路来到了卡当夫老巢 身边是几十名保镖 卡当夫表示很遗憾 手术已经做完了 这就是那小孩的眼睛 卡当夫将装眼睛的布里瓶 扔给男主 男主心如刀割 不敢相信 一只信任自己的女孩 已经遭死毒手 他忍痛脱下戏服 将布里瓶盖上 那一瞬间 那个颓废的大叔不见了 一头嗜血的猛兽 觉醒了 卡当夫 飞速逃命 战斗遗嘱急发 男主绝不留情 收下来袭 男主霸气反击 多过匕首 开启通杀模式 乱刀攻击 如排击炮一般 通向敌人要害 男主的出刀 犹如打击运一般 有节奏 疯狂地在敌人身上 盖花刀 顶级厨师 都不一定有这一刀弓 一个壮汉 落着大锤来袭 被一飞镖 扎中主动脉 再来一刀 见血封喉 当场嗝屁 男主准备去拿布里瓶 被胡子哥 一枪打碎 男主大怒和胡子哥 交战在一起 两个决士高手 再度依死相拼 一个是一心护主 与兴职业杀手的职责 一个是为了 军人心中的正义 胡子哥这一局 气势上已经慢慢衰弱 和背负血海深受的男主 完全不是一个党位了 男主咬住匕首 直接反杀 胡子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卡当夫正在逃命 男主打爆油箱 追了过来 卡当夫表示 我的车是防弹的 你开枪啊 男主爬上引擎盖 对准玻璃 双手稳住手枪 这样不会炸麻吗 打死卡当夫后 男主万念俱灰 自己这辈子 所有想守护的东西 都没能守住 他跪地怅然 听到了卡当夫还在挣扎 一枪过去 直接送鸡上了席天 兔妞妞并没有死 他为胡子哥疗伤 治愈了这个冷血杀手的心灵 胡子哥宰了做手术的医生 挖掉了他的眼睛 骗过了卡当夫 但是因为职业保镖和杀手 他又不能背叛卡当夫 因此和男主决意死战 死在男主刀下 完成了自己的宿命 哇操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 国际主义精神啊 胡子哥看了全片 你才是最标的一个 本来你的身高只有1米7 但此刻 在我心中 你至少用1米吧 胡子哥表示 看到没有 我才是MVP 我才是全场最佳 经剧组 一定要为我拍一部 低音18年 和再拍一部 先议人胡子哥的现身 电影最后 警方破壶了案件 救出了所有孩子 而男主也和通宁 又成了唯一的亲人 成为彼此心灵的救赎 这也就是电影 铁血柔情的故事 影片根据韩国电影 孤单特工改编 有名大叔 本片是一部堪称完美的改编 无论是人物剧情 还是武打风格 都脱离了印度电影 一贯的摆脱底心引力 在牛顿分头蹦地的风格 由于改编对象 是韩国动作片的表杆之作 本片的打斗也较为写实 武打段落的剪辑相当凌厉 和印度传统功夫电影 漫天飞舞的慢镜头 形成强烈对比 等依然保留了印度电影的精华 唱条Rap 不过 本片的购物片段 和全片严肃冷酷的风格 结合得极为出彩 并且达到了极佳的煽情效果 而本片的演员表演 也相当出彩 男主冷漠之中带着犹豫 尤其室内深情的眼神 简直全是戏 而那一身爆炸的肌肉 也符合印度传统功夫电影的 硬汉形象 尤其是这麒麟臂 让人完全相信 这男主能一拳把援兵 干出二里地去 援兵看了本片也要哭着说 男村印度老表 弃我老无力 一拳把我干飞二里地 而本片反派也同样出财 原版孤单特工里的反派二当家 由萧景腾主演 那可真是要多变态 有多变态 简直令人发直 不好意思 是韩国萧景腾 而印度版的二当家 更是长得就让人冷汗淋漓 一脸横肉 就跟行走的黑战老妖一样 再加上那嚣张跋扈的表演 让我相信 走夜路时 就要抱着您的相片 绝对辟邪 当然就算不说别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印度电影夸张 咱看看人家 印度动作电影 男主各个都是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而且几乎没有 入不经风 一日兰花纸 笑脸红扑的愤嫩妆容 全都是八块玉米粒腹肌 一堆麒麟臂的肌肉硬汉 而且各个唱跳俱佳 武打动作也相当漂亮 活年的年轻演员 还是要多向人家学习 别管有没有肌肉 你至少有人家的唱跳 武打和演技实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